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被称为小人的子宫家里啥都缺 就是不缺钱 二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事呢 其实鬼谷的说得很明确 这段话有点长 我们来翻译一下 贤就是君子 不孝就是小人 鬼谷子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很有趣 有君子有小人 有智者有笨蛋 有勇敢的人 有懦弱的人 他用了两个字有差 也就是任何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别问为什么 生物面就是这么安排的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是韭菜 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收割韭菜 那么到底是君子收割韭菜 还是小人收割韭菜 日智者收割韭菜 还是纯人收割韭菜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或许你想做君子 当智者 想去收割小人和鱼人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有时候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忍的 比如 有些君子就被小人给收割 三 这是个生存的问题 到底咋整 当君子 还是做小人 鬼谷子用了五个字来形容 无为以目之 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处事态度 比如有为更简单 无为的内核其实只有四个字 顺其自然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鬼谷子其实告诉我们 要学会利用君子 小人 智者 愚者 勇者 弱者 这些人来帮我们来收割韭菜 对于君子 你要尊重他 遇到小人 你要利用他 其实就两个字 无为 君子 小人 智者 笨蛋 勇者 弱者 这些不是纵横家要扮演的角色 纵横家要做的是无为以目之 顺着他们的才能去用他们 目的是什么呢 鬼谷子用了一个字 目 这个字用得好 原理是放养牲口 后来变成了管理的意思 所以鬼谷子的待人之道 从来不会去说教 而是管理和利用这类人 每个人都有他的用途 聪明人可以帮你谋划 勇者可以帮你 干假 蠢人比较容易听您话 有些事就要君子做 有些事就要小人干 有些事情就要聪明人干 有些事就要蠢人干 这样游戏才有得完 那么为什么到底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呢 当智者还是当笨蛋呢 用鬼谷子的话来说 无为以目之 顺应每个人的秉性去利用他们 你不是要成为君子和小人 如果你想成功首先要学会因人而异 投其所好地利用他们 这就是城府和格局 人与人最大的差距就是 城府和格局 祝本文由中华鬼谷子智囊团创使人鬼谷信撰写 未经允许 请不转载